还是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吗 我可以帮你们播一下 在三个直播平台担任直播主的女同学 要分担家中债务以及就学贷款 非常积极赚钱存钱 为顾及课业 开学后选择语音直播 最高纪录是一个月只开播八小时就赚进三万元 外星亮眼多才多艺的Jed 就读制品服装系大四 学了八年的绘画 十二年的钢琴 喜欢跟小朋友互动 靠着家教工作 一个月平均就有两万四千元的收入 不管是帮客人按摩推拿 还是担任网拍男模 开朗健谈的CJ 虽然才24岁 却已经累积不少打工经验 因为不喜欢朝九晚五的工作 决定以建案打工为主 平均月收入就有四万五千左右 我做过工厂加油站 然后还有卖场推销 跟早餐点 然后还有很多零食工之类的 或是那种发传单 我现在只有兼职一个云音波 那我的云音波呢 其实刚开始一定不会很多 大概几千怪吧 然后可是他跟我说后期呢 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多 因为你就懂得怎么样 就是有粉丝啊就会有粉丝 对 我学校附近就没有什么 就不好通车 然后也没有什么工作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我这样 我就找一个不受限的地方 家庭代工或是直播组 因为家庭代工你可以拿回去 可是现在家庭代工太多诈骗了 所以我就选择做直播组 我从小二开始学钢琴 学了古典钢琴 然后学了十二年 然后我高中读的是美术班 然后大学读的是服装设计 所以跟画画是相关的 那我可以教的就是钢琴跟画画 然后还有小学的半读 跟国中的半读 因为我现在基本上 正职是餐酒馆打工 那餐酒馆打工时间是晚上 那再加上我本来就已经习惯了 就是大概平均税 五到六个小时左右就很足够 所以我大概可能晚上工作到一两点 诶 隔天早上八点多九点就会起床 那怎样早上我还有很多很空心的时间 那所以其实煎两份菜到三份菜 最后来说已经算是日常 用打工的方式是因为 我自己可以比较控制好 我每一个工作需要的工时 然后它需要的时间 我在安排上好 可能中间有通勤什么之类的 因为如果是正职的话 你就一定会被迫被公司 受限于你的上班时间 对对对 那可是如果我现在每一份 都是打工的话 我比较好完美的去安排 我今天24小时 哇 怎么做处理这样 根据TU1大学网调查发现 开学后有打工计划的学生 占83.5% 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一成 兼裁打工的意愿更高 而应征的职务类型 以活动展场攻读生 37%比例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 疫情期间相当受欢迎的 美食外送兼职 因工作环境不稳定 收入无法预测 加上户外工作危险性较高 在服务业大量缺工的时期 失去优势 只占2% 调出实名之外 根据E1人力行调查 今年有医院想要兼职打工的学生 高达有8成4的比例 跟去年的同期比较起来 整整多了一成之多 我们可以理解为 因为在解封之后 工作机会数也增加了 现在打工兼职 有13万个工作机会 所以大家在预期心理之下 认为说 找到兼差工作的机会 越高了 自然求职者也意愿会提高 所以可以看出来说 其实整整提高了 10%左右的意愿 可以看出来 在今年打工的热潮 热度是蛮高的 热门的职务 发现第一名 会是活动跟展场的攻读生 那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通常活动展场 都是以单日计算 而且是可以领现金的 所以相较来说 不只是续心上 会以其他的行业 还有更有竞争力 在弹性上也比较有竞争力 也成为学生打工的首选 那么其次就是 餐厅的内外场人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职缺很多 所以相对来说 门槛会比较低一些 比较好找 那再来就是 也包含像是 比如说是助教 或者是文书设计 这些也是学生同样很青睐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美食外送 在过去这两三年 疫情期间 其实是很热门的选项 但是在这次的调查 却跌出了实名之外 主要的原因 可以理解到说 是因为在疫情之后 现在工作 全面又复苏了 多样性又增加的情况之下 学生打工奸餐的选择 也会有所不同 如何避免打工诈骗 陈颖柔也呼吁 千万不要透过 来路不明的网站找工作 面对打工诈骗是很多学生 都会遇到的情况 高达将近七成左右 所以我们都会奉劝学生 你在找打工兼差的时候 一定要找第三方 有公信力的平台 那像我们一一人力银行 就会有把关的机制 需要比如说公司的大小张 登记人的身份证等等的 会有一个把关的流程和机制 那你也不要尽量 不要透过来路不明的社群网站 包含像是脸书 IG或者是LINE社群等等的 这些设立在国外的 总部的公司基本上台湾是很难就责的 所以基本上来源是第一个 其次第二个是 自己也要了解相关的法律 所以你才能了解说 是不是有投保老健保 或者是薪资 有没有给你不合理的待遇 再来就是一定要懂得 向学校或者是政府机关去申诉 如果你遇到不合理的情况 或你认为可能有打工诈骗的嫌疑的话 可以向学校的相关单位求助 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工局 来举报相关的单位 要保障自己打工的权益 因为其实打工兼职呢 还是要比照合法的雇佣关系 来做这个一般的比拟 不管是加班费 还是工作内容 还是续薪 都得比照正职的员工来比照的 所以呢 学生打工的时候 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调查也显示打工学生每个月平均工作73.7小时 可以赚进13070元 平均时薪177元 和基本工资相取不大 显示多数兼差打工的大学生 多以基本工资的条件续薪 导致学生对薪资的满意度也不及格 平均只给50分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